北京时间11月28日,在国内最大的网球论坛,周星木探戴王强比赛,两人双双发博秀恩爱仪式,也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这对并未向外界公开练情的情侣档通过秀恩爱的方式侧面,这使了两人相差九岁的姐弟恋,王强在27日20点45分时,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比赛时的照片,并留言写道,好好练,好好打。 三分钟之后,周星木通过社交平台晒出同一张照片,并留言写道,好好看,好好学,哈哈哈,而点开这张照片可以看到,王强正在球场里训练,而周星木则坐在了观众席上观看。 随后有网友询问周星木不用去练码时,他很自然回答道,周六,坦白,两人双双的秀恩爱方式,也引发了网友们的调侃咋去。 知道了,是说阿牧的,这张照片信息量很大,又想起那个梗了,好好去练。 看台商人眼熟啊,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,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,嘖嘖嘖狗粮饱了饱了。 实际上,今年七月底,王强在江西网球公开赛上,夺得自己职业生涯第一个WTA巡回赛单打冠军时,就传出了他与周星木恋爱的消息,两人相差九岁的年纪还曾引发热议。 而在周星木的另外一个社交平台上,还有两人十分亲密的照片。 不过,面对恋爱的说法,王强和周星木,都没有正面回应过,而这一次双双秀恩爱的举行,也算是侧面观,喧了吧。 中文字幕——Y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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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